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我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你是谁 我已经死了 我现在被判了死刑 你真爱的我 我已经是在做梦吧 没错 你就是在做梦 我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明明也在运动 你为什么要判死刑 可是 你现在受了 所以说 不控制殷屎 你跟赵哥哥不一样 谁说我跟赵哥哥不一样 我明明长得一毛一样啊 赵哥哥不一样 这样 你放我出去 我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运动 而且不吃零食 我只要吃零食了 我就给你一百块钱好不好 我 我终于成为白兰夫了 还有 哥 我靠 这家伙一上来就这么怼我 而且逻辑自卫好者 不行 我要换个思路 让他放我出去 不运动的人那么多 你为什么只抓我一个呢 我一个人真的是好空虚 好寂寞 没问题 那我再给你找几伙 一起上路吧 等等等等 等 你再给你找几伙 一起上路吧 等等等等 等等等 不然如此 我也就拼了 那是不是我 我就练出 我练出 把块封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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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放我出去 好了 你一百天 妈妈 不是 我们还能做朋友 不行 你不信的话我可以给你打赌 那好 接下来 每周二就是 我会常规的关注 每周天 我会特别的关注 你会看到 你更心里端的过程 而金鸡 还有要一更无法使使的人 来做运动 好 就这么决定了 成交 我一定会来出 八块封鸡鸡鸡鸡鸡 我一定会来出 好 大家好 我是海涛 嗯 我这次想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跟大家 先聊聊天 我特别喜欢看 其他说 我觉得马东哥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的人 我也特别喜欢大鹏哥拍的 屌丝男士和煎饼霞 我觉得 我就觉得非常牛 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也特别喜欢看万万没想到 我觉得教授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 而且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 让很多有想法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付出于实践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今年的湖南卫视的正月十五的晚会 然后贾玲姐跟宋小宝哥演了一个小品 然后非常非常成功 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贾玲姐又喝多了 然后喝了很多酒之后 她说的最多的就是 我要改变 中国 中国人对喜剧的认知 我要通过我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爱上喜剧 我觉得 我觉得半夜三四点听到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情 我觉得 有一个人 用所有的努力 用所有的心思 去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牛的事 所以我终于忍不了了 我终于要自己做一件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 而且是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做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节目 它叫香蕉打卡 香蕉打卡就是一个每天逼着自己去坚持一件事情的一个催化剂 我记得去年我录《真正男子汉》的时候 我出来了之后拍了一个很帅气的照片 海涛你瘦了 海涛你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瘦 然后我听到更多的声音是 就连海涛都瘦了 你还有资格再揽下去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 其实我特别希望 更多的人是可以说 连海涛都去运动了 那我也要运动 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 会给我更大的鼓励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全新 特别特别有互动式的 特别特别新颖的 特别特别代入式的 特别特别有情感 有情绪 有激情的一个故事 可以让你在这个故事中 享受到的你的另一种人生 这是我想做的一个跳槽的部分 我还要做特别的节目 特别的节目就是告诉我们 平时你看到的那些遥不可及的艺人明星 他们平时吃些什么 他们平时是怎么运动的 他们平时运动的时候是听什么样的歌 我觉得我有这个便利的条件 可以去跟我见到的很多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艺人 去来请教 可能有的人会很赞同这个方式 觉得说原来运动可以这么好玩 可以这么活泼 可以这么有趣 但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海涛你不就是自己在都自己玩吗 然后这跟运动真的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都是想竭尽全力 用一个可以让更多数人接受的一个 符合现在年轻人的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最后抽出十个跟我坚持了一百天的人 我们一起飞去夏威夷 我们或者一起飞去黄金海岸 用我们最喜欢的运动的方式 用我们最喜欢的跑步的方式 用我们最喜欢的健身的方式 在那里来结束我们这一次的香蕉大海 加油 加油 对了 有的人说 海涛 如果你 就真的没有认出八块腹肌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下一季再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来火辣健身APP 让明星一起打卡健身 还有机会赢得坦白资格